因為剛剛有人問這個問題 我就想在這裡回答 就是說怎樣的祈禱可以得聖 怎樣的祈禱可以得力 到底聖經教導是怎樣呢? 還有因為也都是回應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他們就覺得是有爭戰的祈禱 那其實爭戰的祈禱是什麼呢? 那我們從聖經去看一看 首先我就傳了在這個群組那裏就是 哥倫多後書十章四節到五節 那裏說我們爭戰的兵器 本不是熟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餘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那這個經文是講到爭戰 不是和熟血氣的爭戰 乃是將人的心意奪回 那另外的經文呢 二筆所書六章也是講到有爭戰的 那我們看一看這個經文先 那裏面所講到 到底爭戰是怎樣爭戰呢? 在一個經文裏面就講到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屬於血氣 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那所以是從神得力 從神來得能力 那就可以攻破堅固的營餘 那這個堅固的營餘是什麼呢? 它這裏就不是講到 就是它呼喊去趕魔鬼 而是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的事 一概攻破 然後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而是講到各樣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去攻破 那就是說我們主要是幫人的心全然歸向基督 就是說我們一方面是教導 另一方面是和祈禱去親近神 讓他的心去聽神的話 心給神祝福使用 那時候我們就是打仗 那打仗就是怎樣打仗呢? 就是將人從魔鬼的手中奪回來 就是幫助他們全心全意信靠神 如果他心中有什麼驕傲至高的 就叫他這些心意奪回 叫他的心意不是去跟從魔鬼 不是去跟從罪惡 而是跟從神 那所以從這個經文呢 我們看到就是講到這個爭戰呢 是講到將人的心意奪回 就是帶領他怎樣將他的驕傲 他所有的自大 難阻他認識神的東西拿走 讓他能夠專心去親近神 那這個經文呢 是一點都沒有講到說怎樣去 呼喊去趕魔鬼邪靈的 那在聖天有講到如果人有邪靈是要講邪靈的 不過問題就是有很多人對於 蘇聯爭戰的定義呢 那其實有兩個經文是清楚講到這個爭戰的 一個就是這個哥林多侯書10章4到5節 那另外就是講到二筆所書第6章的 10節到18節好 預備起 我還有沒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而穿大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爭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暫立得住 所以要暫穩了 用真理當作大指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控 又用平安當作預備 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順德當作盤牌 可以滅盡那我者一切的火箭 並搭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討告祈求 並要再次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好 多謝你 這個經文也都講到 不是與熟血氣的爭戰 而是與那些執政掌權 管轄這個幽暗世界的 和天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這裡都講到與魔鬼爭戰 不過問題就是與魔鬼爭戰 是不是呼喊打贏魔鬼?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我呼喊奉耶穌明 趕走這個地區的邪靈 或者宗教的靈 教會裡面有任何的邪靈 我奉耶穌明趕走 就會解決了這個熟靈的問題 就會打贏這個熟靈的爭戰 但是由這個經文是沒有講到這一種祈禱的 這個經文是講到怎樣用真理、公義、信德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其實我們與魔鬼打仗是否說 我們奉耶穌明趕走這個宗教的靈 因為很多人認為他的信仰是宗教式的 好像被宗教控制的 就趕走這個宗教的靈 那些人就不會受宗教的靈影響了 或者這個情慾的靈 如果趕走這個情慾的靈 那些人就不會受情慾影響 或者是減少情慾的影響 到底是不是 聖經是不是這樣的教導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從聖經去找 大家都可以 就是說我講完之後 大家都可以繼續去嘗試 從聖經不同的地方去找的 比如士徒行傳講到 保羅去到不同的地方 全都有一些異邦的人 拜偶像的人去攻擊他 但是保羅有沒有用這種的祈禱方式呢? 就是說他這樣趕走那些邪靈來打仗呢? 因為我們跟人可以趕走邪靈 但是到底跟地區 是不是爭戰方式 就是去趕走地區的邪靈呢? 那這裡講到就是 第十節開始 靠著耶穌 第一是靠著耶穌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做剛強的人 所以這裡講到就是 從神有親密關係 從他得力 做剛強的人 靠著神的大能 然後就穿戴神所賜的全部軍裝 就能夠抵擋魔鬼的詭計 他就說呢 你穿戴了就能夠抵擋了 所以穿戴就是抵擋 而穿戴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呢 那他跟著就 他就講到就不是跟熟血氣的爭戰 那是跟那些執政掌權管轄 這個幽暗世界 和天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 就是跟那些邪靈爭戰 那就要拿起神的全副軍裝 在磨爛的日子 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一切還能 暫立得住 這要講到跟魔鬼的爭戰 是抵擋他 就是抵擋他的作為 是攔了他的作為 就不是打贏魔鬼 因為聖經已經說 耶穌已經打贏魔鬼了 耶穌說呢 他說如果不是捆綁這個壯士 怎能夠在壯士家裡面搶奪他的家具 除非已經捆綁壯士 耶穌也說我已經賜給你權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聖個仇的一切的能力 是耶穌已經賜給我們權兵的 我們已經有這個權兵 去勝過魔鬼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所以聖經是說到 沒有東西能夠害我們 不過聖經也有說到 不要犯罪 因為罪會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來到的時候 就會偷竊殺害毀毀 意思就是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就會被魔鬼留地步 但是如果我們親近神和遵從神 處理生命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懼怕的 因為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但是有些人說 很難的 你怎麼能夠處理生命所有的地方 那你有些處理不了 那你就被魔鬼攻擊 那是可以的 譬如說有個人 他侍奉神 不過他就沒有處理到他的驕傲 或者他沒有處理人際關係 那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那個處理方法到底是 他怕他驕傲 那奉耶穌命趕走驕傲的靈 是不是就是解決呢 因為聖經說 就是說我們在神面前 謙卑學耶穌的樣式 就作為兵器 就說我們 我們扶耶穌的握就是侍奉神 跟耶穌一起扶這個握 就是握就是牛的 扶在頸子和肩膀上 來拉那個泥的這個工具 那就是扶耶穌的握 就是跟他一起侍奉 還有學他的樣式 學他的生命 那我們就必得享安息 那所以呢 我們怎樣去 就是得勝呢 就是靠著耶穌 跟耶穌一起同工 就能夠得勝 而這個經文呢 在《伊佛書》第六章這裡說到呢 就是說 對不起 我先說到耶穌已經勝過了 勝過了魔鬼的權勢 他也都將這個權幣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怕魔鬼 但是這裡說到爭戰 那到底是怎樣爭戰呢 既然我們勝過了魔鬼的 耶穌已經勝過了 我們怎樣爭戰呢 那麼這個經文就說到呢 用真理當作大子束腰 就是神的真理 就是我們有聖經的真理 我們所信的是聖經的真理 就束腰 就是給我們有力量了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公義呢 就是第一就是 耶穌的義袍給我們啦 就遮胸 遮胸因為 譬如攻擊 很多時候敵人就會攻擊那個胸口嘛 那就護心鏡是保護那個心 就是耶穌的義袍 保護我們啦 以及基督徒所行的義 聖經也有說到 在啟示69章也有說到我們 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這個 一方面就是耶穌的義袍 另一方面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遵從聖經 遵從神的話語 就作為護心鏡遮胸 就是說我們有耶穌的義袍 以及我們遵從神就會保護我們啦 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就是呢 時時在一路走就是傳福音啦 就是有平安的福音 我們去到哪裡都傳揚福音 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拿惡者一切的火箭 就是魔鬼來攻擊啦 那麼我們呢要阻擋仇敵 抵擋仇敵 那是怎樣抵擋呢 這個十六節呢 就是很清楚說到這個抵擋仇敵啦 就是用這個信德 信德其實是 意思是信心的而已 這裡他就翻譯了信德 其實就是信心 當作藤牌可以滅盡拿惡者一切的火箭 就是魔鬼攻擊 怎樣攻擊都好呢 我們就有信心 他是沒有說到說 我們奉耶穌命去趕逐這些邪靈呀 那些什麼 憂鬱的靈呀 這個淫煉的靈呀 而是聖經是說到信心 信心是什麼意思呢 我信教神是得性的 神是愛我們的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 所以沒有東西能夠害我們 神會祝福我們的 總是相信神是足夠 神的能力救我們用 當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魔鬼的火箭可以是什麼呢 魔鬼的火箭可以是人的負面說話 環境的攻擊 環境的困難 就是令到我們覺得被攻擊 或者是人的不好的反應 就是各方面不好的東西 魔鬼可以使用這些來 去攻擊我們 令到我們灰心 而這裡就說有信心了 信心就是我相信 我親近神 我遵從神 神一定得勝 我們一定得勝 我們就會有耶穌的得勝 我們不需要懼怕 所以這裡就是說到 抵擋仇敵 就是很主要是信心 當然有真理 我們信的是真理 有公義耶穌的義奉 以及我們遵從神的義 還有福音 傳福音 然後就有信心 然後戴上救恩的頭盔 有神的救恩 然後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話語 這個寶劍就是爭戰 爭戰就是打仗 就是用寶劍 打仗用什麼呢 就是神的話 神的話去打贏魔鬼 所以呢 我們就用聖經的話語 聖經的話語有很多應許 聖經答應了的東西 我們就抓住這些 這個就是兵器了 我們第一可以用來保護自己 要我們信心堅定 第二呢 我們就可以用來傳福音 幫助人呢 不怕魔鬼 有信心 神一定會祝福的 神一定會跟我們一起的 神一定會祝福凡是愛祂的人的 我們就有神的話語 去幫助人的生命 然後第十八節 和下本聖經就將它分開一段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靠著聖靈隨時 當方討告祈求 並要在此 警聖不願 為眾聖徒祈求 那麼這裡就說到說 就是我們 不斷的討告 靠著聖靈 隨時 當方的討告 各樣的方式 去討告祈求 在這裡警聖不願 為眾聖徒祈求 而這裡說到的祈禱是什麼呢 是警聖的討告 以及為眾聖徒祈求 並沒有加一句說 要去趕走魔鬼 趕走邪靈 打贏魔鬼的討告 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就只是說到 就是警聖不願的討告 為眾聖徒祈求 如果真的有一個教導 就是我們要趕走這個地區的邪靈 或者趕走這些淫亂的靈 這些憤怒的靈 我們才打贏魔鬼的 那麼聖經應該加上這個指示 但是聖經是沒有加上這個指示的 沒有這個指示的時候 聖經是神的話語 是於教訓督窄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就是神的話語是足夠 幫助我們的生命和侍奉的 所以這種爭戰式的討告是沒有 就是我找不到聖經的指示 其實我想去找 我想去找 我找一下是不是 因為實在很多人用這種的討告方式 那我是找不到的 尤其在士律行轉 他有寶萊被攻擊 即是有些人去攻擊他 但是他也沒有這種的祈禱 好了 接著我們就回答另一個問題 就是 怎樣的祈禱可以得力呢? 這件事在聖經很清楚的 耶穌很清楚說在約翰福音15章說到 常在我裡面 我日常在他裡面 者人就多結果子 就是事事在耶穌裡面親近神 所以這裡說到不是只是求的 是親近神 跟神有一個密切關係 那麼耶穌呢 就常在我們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就是說呢 是關係的 關係的討告 而在約翰福音第四章 耶穌也都說到 是用心靈誠實敬拜 就是整個心 我們的靈與魂 靈呢 就是我們跟神 就是相交的部分就叫做靈 魂就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神是得性的 神是作王的 整個思想意志 我決意跟上神 感情 神這麼好 我就跟祂建立感情 然後呢 就整個靈了 凡在我裡面的都要清重祂的聖明 整個人的 就是所有我們的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們的靈魂都去感激神 就是法治內心的感激神 那麼神的能力就會在我們身上 神的動作就會加強了 同時也都我們處理生命 我自己在宣教的時候 很多次跟祂講邪靈的 但有時候呢 根本我都不是想著講邪靈的 我有時候就是幫人經歷聖靈而已 那我試過有些情況我跟祂祈禱 跟著呢 他就有邪靈彰顯 那有些人就問我 你是不是在講邪靈啊 那我看到他的邪靈彰顯 我說那是啦 他說為什麼你不是 不斷地說邪靈的呢 我說我會講 不過我不用經常講的 因為耶穌的同在已經會趕邪靈的 當時來講我就是去感謝神 多謝耶穌愛耶穌 神的同在已經是把那些邪靈趕出來的 我也都試過在香港一個教會 一個傳統的教會 因為這個牧師就開放聖靈的 他就請我去 在他的教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帶領聖靈的聚會 那就曾經有一次有一個教友來到 那我們就圍圈拖著手祈禱 跟著那個教友就整個僵硬了 整個硬了 跟著我就知道他有邪靈了 我就看著他的眼 我叫他開眼看著我 我看著他的眼 我說奉耶穌的命 裡面所有的邪靈都離開 跟著他就很大聲的哭叫 那他後來就說到他裡面 裡面有很大的驚恐 但是他不是怕我的 他是裡面那些邪靈怕的 所以我看到我開始的時候 邪靈的彰犬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當我們去愛慕神 親近神 邪靈已經彰犬了 然後我知道有邪靈的彰犬 我就奉日宿命趕邪靈 所以說到德靈 我們就是親近神 愛慕神 用心靈誠實敬拜 在詩篇十六篇那裡也說到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至於遙動 因此我的心 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就是說到我們 時時把神放在我面前 我就不至遙動 那我們的心 就很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都會安然居住 整個心靈都是非常蒙福的 而我們看到 在初期教會他們討告 神就做了很大的工作 比如彼得坐牢 天使又救了出來 還有地大震動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 所以想和神關係好 就是學習用心靈誠實 去愛慕神 並且相信神很想祝福我們 不要覺得神好像很遠 神並不是很遠 我們還未信耶穌 祂已經愛我們 祂已經稱耶穌為我們死 為罪人死是少有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 對不起 這不是為罪人死 為人死是少有的 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此向我們顯明了 就是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基督已經為我們死了 所以那時候耶穌 我還未得救耶穌已經在愛我們 所以神是很愛我們的 信心就是 我相信神在永恆也愛我們 所以當我們親近神 神是很歡喜的 就好像西花雅書三章十七節那裡說到 祂因我們歡恩喜樂 勿而愛我們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聖經經經常都說 神是很歡喜祂的子民 尤其當祂的子民親近祂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 神一定祝福 神祝福的時候 斷會有什麽能害我們 所以 這個信心就是 我根本不怕邪離 但我發覺有些人 他經常都說攻擊的 他經常都說 哎呀我今天又發燒了 魔鬼又攻擊了 我今天家裡又吵架 魔鬼又攻擊 他什麽都是魔鬼攻擊 他就整天都好似有一種害怕 不知道今天魔鬼又怎麼攻擊 但是我整天都覺得 聖經經經經都說明 如果我們有什麽能害我們 為什麽要這麽害怕呢 我真的覺得他們那裡 那裡不是合乎聖經的 好像很多人很注目在ctions 有沒有一些困難 困難他們就定義為攻擊 所以他們就很害怕 有什麼事情發生都當作是魔鬼攻擊 就變成他們經常都覺得魔鬼是防不升防的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攻擊的 其實都挺恐怖的 經常都不知道魔鬼什麼時候攻擊是很恐怖的 而是我們深信我們親人神 我們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 正經是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可以絕對勝過魔鬼的 我們跟祂爭戰 我們有真理 有信德 有公義 有福音鞋 有救恩頭盔 有聖靈的寶劍 我們就會勝過祂 是不需要懼怕的 而我們深信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一愛神 神就親近我們了 我們就不需要害怕神 你什麼時候才聽我祈禱呢 你什麼時候才幫我呢 我們是完全不需要害怕這件事 我們可以深信神一定幫我們 神一定跟我們同在的 OK 那我今天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了兩個部份 第一就是說到底熟年爭戰是什麼 就是呢 其實就是 有了神的真理 公義 信德 祂的救恩 呼音鞋 聖靈的寶劍 意思就是和多方的討告 就是跟從神的真理和多方的討告 為眾聖徒祈求 這就是我們爭戰了 就是這樣我們就能夠把人和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而在《講林德後書》十章那裡呢 就講到呢 就是把人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就是去教導他 和為他祈禱 將他的心意奪回 讓他都順服基督 那我自己 時時在聖靈運作之中的 就是我時時都 在聚會 我們都會帶領人經歷聖靈 去到宣教 也是時時都有聖靈的工作 有神職其事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你經常出去 你因著魔鬼的攻擊 那我聽到呢 我又覺得很驚訝 我說 聖經說 你們要去使賣民作我門徒 奉父子聖靈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的 你會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都沒了 那耶穌說 你去呢 我就會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都沒了 那耶穌同在 是聖靈魔鬼的 為什麼我經常出去 宣教就會被魔鬼攻擊呢 就是他們說到呢 就是 好像越行神的路 魔鬼就越攻擊 他們都很容易地說 你的事奉越成功 魔鬼就越想攻擊 想攻擊是沒錯 不過他們就會說 你的攻擊越多 他們就會找方法 他們就會有時說 你家人會無緣無故 有些病 你家庭會有些無緣無故的發生 你教會會有些無緣無故的 不好的發生 這個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好像 我傳呼音我做神的工作 我做得越好 魔鬼就越攻擊得緊要 這句說話我可以這樣看的 如果一個人驕傲 魔鬼就會攻擊了 但如果他不是驕傲 他處理生命和神有密切關係 他是越來越得性的 怎麼會耶穌和他同在 他就會越來越慘的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一個非常之不好的教導 令到很多人很害怕 經常都害怕死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魔鬼攻擊 也都對神不是很大的信心 不相信神真的整天保護他們祝福他們 不相信神很喜悅 不相信耶穌真的勝過了魔鬼的勢力 我自己來說 我親近神 我聽了神的話 神一定保守祝福 我不需要怕任何這些的攻擊 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好 大家可以發問一下關於這方面的 因為我所說的 真的跟很多的靈欣派系有分別 我在先連中運作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些教導 這麼令到人去擔心的呢 這個真的 不是聖經所教導的 OK 好 有沒有人想問呢 有 聽到嗎 聽到 林牧師 我是阿富 是 我想說一個個案 我也想跟各位 其實我以前玩心心的 惹了一個影子 惹著我 很多時候 我一睡覺11點 或者2、3、4點 我曾經 我現在教會的牧師叫我趕走去 但我趕了 整七、八次都不走 那牧師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給我呢 他一惹我 我就沒有趕走去 我就會起床 就開著 在YouTube 那些軍商 甚至於是 生命的土,土文 和尊上軍莊的土文 和會進入士奉的土文 因為我想過 我再趕走去 他不肯走 我便會死了 所以以理意見 就是怎麼做呢 因為基本上 每天都有 三個多月了 我相信主 就三個月了 脫了一字 就未受訓 喂? 喂?聽到嗎? 我們聽到你說話的阿富,但是牧師我們就聽不到你的聲音 等一等下 因為我家教會牧師都叫我趕走去 但我試過趕了七、八次、九次都不走 意見應該怎樣做呢? 你的情況就是個人的邪靈 我會叫你來我們的聚會 我會跟你說 而方法最主要是什麼呢? 第一,和神建立一個深的關係 經歷聖靈的同在,愛母神 讓神的同在加強在我們身上 我先把你關掉的麥克風 是 加強,即是親近神的時候 讓神的同在加強在我們身上 然後就是處理生命 任何對神的懷疑、不信、擔心、憂慮 這些都靠耶穌處理 或者任何的情欲、任何的罪都靠耶穌去處理 然後就奉耶穌和你趕邪靈 那因為呢 為什麼有時候有些人趕邪靈不走呢? 第一就是生命有破口 和神關係不好 比如在平日 可能一些情欲影響 那些負面思想影響 就整天都擔心著有邪靈 這樣的時候呢 那些邪靈就會不走的 那和也都因為生命的處理 有時候不是一下子做到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不是一下子 那些邪靈會走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真的邪靈的話 你來到我們那裏呢 我們就會跟你趕邪靈 那也是需要你自己繼續去親近神 去處理生命 那你每天都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就會 你會發覺 邪靈的工作越來越少的 那尤其當你來到我們聚會 我們和你按手討告的時候呢 邪靈的工作是會很明顯減少的 如果這個是邪靈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是因為他 看得鬼氣多了 看得鬼氣多不一定是邪靈的 有時候是他的心理懼怕 有時候是其他因素的 我們都會和你測試 到底是不是邪靈的工作 OK 有沒有回答你 因為你的情況是需要去 處理生命和建立和神關係 然後趕邪靈的 還有在進入神強烈的同在之中趕邪靈 OK 是不是回答你了 你開麥克風才回答我 我簡單回答你了 現在聽到嗎 是 我聽到 有時候他下午未必會出現的 是晚上 但是我下午未必會出現 他不出現 他就說不到了 你不是的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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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現的時候 他在你身上 你什麼時候來到 我們都會和他說出來 但是當然也很在乎你和神的關係 所以你多看我的影片 講到怎樣和神的關係 牧師 我知道不是說說他一次就走 因為那些弟兄 牧師都跟我說 他不是一次走的 你要很堅定 和他作戰 還有我現在 牧師 我在佐敦上班 我每一天 維持過幾天 去右寧堂 佐敦那間右寧堂 他開放給你祈禱 我每次進去都要開著你 你教你怎樣親近神 跟著你做 又唱歌 又感恩他 OK 我們需要和你聊天 去瞭解你的破口在哪裏 這個破口在哪裏 這個我慢慢和你個人談 好嗎 好 謝謝你 總是有些破口 所以有個情形會這樣攪搖 第一你就不要懼怕 還有你整個生命都歸向神 神就會祝福你了 OK 明白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 福斯 不好意思 我想問多一點點 就是關於如果人犯罪 是不是會有邪靈 就是會被魔鬼留地步 那如果犯得最多 如果人無形而罪的話 那邪靈的工作 是不是會越大這樣 OK 首先呢 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偷殺害 可以是邪靈附體的情況 也都可以不是邪靈附體 而只是邪靈的魔鬼去破壞整個人的生命 那意思是什麼呢 有些人某種原因 他是更加容易被邪靈附體的 某些原因 這個為什麼呢 有時候 到底他是不是個別 或者有些人他靈界特別通啊 或者他有拜過偶像啊 那他就會更加容易被邪靈附體的 就是附體 那什麼叫定義是附體呢 就是他的言語和行為呢 身體受了魔鬼的某程度的影響 那這個就是附體 而普通呢 魔鬼是會影響人的 那影響人呢 就譬如聖經講到他偷竊殺害毀壞 就可以譬如說影響這個人很多怒氣 容易被情緒影響 容易低沉 容易煩惱 容易犯罪 容易犯罪 魔鬼用各樣的方式引誘他 那這些情況 不是一定是邪靈附體的 可以是影響邪靈影響 那也都有時候是邪靈附體 兩樣都可以是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那個人他嚴重地 嚴重地被邪靈影響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有邪靈附體 也都有些人呢 他就是很容易被邪靈附體的 有些人是 那其實我們都不用怕的 為什麼不用怕呢 因為魔鬼是完全服在神之下的嘛 我們是完全不需要怕他 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這個藤牌 可以滅盡魔鬼的一切的火箭 就是這一點我們非常之觸緊 還有耶穌說了 他已經賜給我們權力 可以遷踏蛇和蝶子 有聖個仇者一切的能力 原來有什麼能害我們 我們在抓緊這些應許 我們就會很有能力 譬如我自己講邪靈 我試過 我講到都有人有邪靈彰顯 就是我試過在宣教的地方 因為他本身的生命又破口 講到邪靈已經彰顯了 就是說他裡面有很多問題存在 邪靈總是會在耶穌的權力之下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只要我們親人神 遵從神 就不需要害怕了 OK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是 牧師 是 答了是不是 是 答了 多謝你 牧師 OK 好 中溫有問題想問呢 牧師 我想請教你 我就有個學生 就是以前教的學生 現在都三十幾歲 第一 他本身有濫藥 有吸毒 有自殘 本身也有思覺失調 我就想問 怎樣去判斷 究竟他有邪靈附體 或者是 純粹因為他思覺失調 導致到 他比如說近期 他已經兩次消炭自殺了 比如好像昨天 下午我都跟他 就是 談得 挺好 那就約了一個 以前 吸毒 又 又反毒的人 約了今天 就是 一起喝茶 等這個弟兄 就是 叫做 現身說 快勸他 但是昨晚 突然間 發出那些WhatsApp信息 又與無倫次 就是又說了一些 就是很反常的事情 就是 那我後來 因為當時 他發給我這些信息 我就剛剛 就是跟朋友一起 當然沒有回覆他 後來呢 我就 昨晚有空 打電話給他 我第一句問 我說你不是欺負完東西 就是 是不是剛剛吸毒 就是又神之不清 他說他自己 不是剛剛吸毒 所以有時候 我都很難去判斷 他究竟是 就是邪靈啊 還是他純粹放縱自己啊 還是他是思覺失調 令到他這樣啊 就是怎樣去判斷呢 我們判斷是不是邪靈呢 我們通常就在祈禱的時候去判斷的 就是說 帶他進入強烈的 神的同在 就是帶他一路愛慕神 感激神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跟他說斜靈 那如果他是有強烈的斜靈 在他裡面呢 他就會 即時會有反應的 如果強烈的話 如果不是很強烈那些呢 就會有時候呢 就是那個彰顯就沒有那麼強烈的 但是都會 都會有某程度的彰顯 可能呢 就沒有那麼明顯的 但是如果強烈那些就會明顯知道 那他這種情況呢 我覺得有很多都是他管理情緒 那他有沒有邪靈呢 那我們要測試才知道 但是 肯定他是對自己很失望啊 沒有盼望啊 就是整個生命破碎啊 整個生命呢 整個生命呢 是很多問題啊 那也都 那些毒品呢 有一件不好呢 就是因為會 破壞人的那個意志啊 就是令到他那個人失控啊 那所以令到他比較難去管理他的生命啊 就算他沒有吸毒的時候 那些毒品的影響力都依然在他身上 那所以有時候他不一定吸毒 他才受影響的 那這種情況我就覺得你 第一 可以鼓勵他 那如果他願意的 可以上這個Zoom呢 聽多些聖經啦 就是聽多些聖經 對神有信心啦 那第二呢 就是他來到我們的聚會呢 我們就跟他去測試他身上是否有邪狼 嗯 但是他就沒有去到那個階段 雖然他把口說缺字 也都我曾經親自跟他缺過字 但是他是沒有那種決心啦 要不然也都不會 就是也都仍然有吸毒啊 也都是放縱自己 周圍沒有人借錢啊 就是他不是那個階段 他不是去到說我真心認罪悔改啊 我也都就是依靠神啊 百分之百對上帝有信心 就是他不是 就是去不了那個Stage 好像你說的 他是生命很破碎 他根本就很混亂 無論感情生活啊 各方面啊 就是都很多很吵架的東西 那變了他 就是很難說 當他一個普通人這樣 就是以為 你現在缺了志啊 那就教他怎樣信耶穌啊 怎樣怎樣 因為他的生活很顛倒的嘛 就是他 隨時整個禮拜不睡覺 接著又連續整個禮拜 在那裡睡覺啊 就是日後變成晚上 晚上變成日後啊 有時候一不吃東西 一吃就吃很多啊 就是那種的生活模式 是很混亂的 OK 一個人這樣的情況呢 我就是去問他 你想不想做回一個正常的人 並且是一個有福氣的人 這個呢 就會給他動力去信耶穌 就是耶穌 就是我們都傳福音樂的時候 講給人聽 不只是講給人聽 耶穌會救他的靈魂 他將來去到天堂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 神是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神是可以祝福我們整個生命的 所以就是問他 你想不想耶穌祝福你整個生命 你想做回一個正常健康的人 並且是神祝福的人 那他想的時候呢 那我就說 你知道 就是和他解釋了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他未必會解釋清楚 就是說 聖經是答應我們愛神呢 神就會為我們預備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你將來可以 很多東西都蒙福的 很多東西都得到神的祝福的 而當你犯罪 無論你多小的罪都好 那樣東西是可以給魔鬼留地步 你就整個生命破碎了 那你現在這樣失控呢 你將來也都是 就是整個生命可以 是完全被魔鬼粉碎了 因為他什麼都顛倒啊 什麼都失控啊 那就不會有責任感 他整個生命都破碎 那這個也好看他 是否想是這樣 因為有些人在這樣的情況 他根本不想 但如果他想的話呢 那我們是可以幫到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跟他說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好 因為你想你以後都是這樣呢 你想不想能夠有永生呢 你在世上其實 你很多東西都被人拿走了 所以他的情況 就算他沒有邪靈 偷竊殺害的位置 就是他的生命差不多 全部被魔鬼拿走了 其實他清醒的時候 他都親口問我說 師傅怎樣才可以重新做人 那我當然又講了一大論 他那一刻他很認同的 但是他可能過兩個小時 他或者又去吸毒了 或者他跟他男友又鬧了 於是他就戒頸啊 戒手啊戒腳啊 甚至又燒炭啊 總之就只是這大半年 送他入急症室都結束了 那麼多次 就是他清醒的時候 他是知道自己是重新做人 是有好處的 但是他有時候 他嫁一兩個小時 他一心情不好 他又吃煙啊喝酒啊吸毒啊 又麻醉自己啊 那麼他又 就是你之前講的那幾兩個小時的東西 等於零這樣 對 對 OK 他這個情況呢 需要跟他輔導這個男朋友 因為 他就是把他的盼望放在男朋友身上 而很明顯這個男朋友 根本就不是一個好的男仔 所以 是啊 他的男朋友也是吸毒的 還賴皮過他 是啊 那麼所以呢 就是有些人就 因為他完全的生命是破碎的 所以他拿著什麼 一個水泡呢 他就當成這是他生命的保障了 那麼這個就是需要讓他知道 其實這個男仔會帶給你生命什麼呢 但是有些人什麼都沒有 全的生命什麼 他只是能夠拿著這個東西 那麼所以如果他是這樣的情況 他是需要逐步逐步 他承認說是放不下咯 他知道這個人講到明爭到他死 但是他放不下這點感情嘛 十幾年又生了一個兒子啊 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他們的生命是 被魔鬼偷竊殺害為懷疑 他不知道我們需要讓他知道 讓他可以起身了 如果不是呢 就是其實這種情況的人是很 他整個生命和他的意志呢 都是被他的情緒和他的情慾控制著 那麼這個是 就是求主幫助他有這個開放的心 給神去更新改變 這個我慢慢跟你談這個情況好不好 好啊 或者你帶他來找我是最好的方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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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下再跟你繼續談 謝謝牧師 謝謝牧師 神的恩典是很堅定不宜 大山可以羅開 小山可以遷移 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們 就是神是他的慈愛是永遠堅定的 但是很多人呢 就算信耶穌都不是能夠這樣去相信耶穌 就是他們信耶穌呢 只是好像我信多一件事 那所以我希望幫助人 真是心裡面堅定深信神是掌權 神是有一切恩典 很體重我們 他凡事都能凡事都幫到我們 所以他什麼都不用怕 全心全意 信靠神 神一定全然的祝福 這樣的時候呢 整個人又輕省 又有力量 又整個生命被提升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的信心 其實也不要想到好像很難 有些人想著我要信了 信得很強 其實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是我信得過神 我信任神 我知道神是可信的 所以我信得過祂 我知道祂是可靠 祂答應一定做 這個就是信心 我知道神一定會做 祂答應的事 所以我就放心 我凡事都放心 我什麼都不用擔心 這個就是信心 這樣的時候呢 就什麼都不用怕的 譬如我剛才說到 有些人說我 你這樣經常去宣教 魔鬼攻擊你 尖艷啊 我聽到我真的覺得 他好像叫人不要去宣教 那我 但是我依然就是 我親近神 做神吩咐的事 我真的沒有覺得 魔鬼攻擊的 我覺得魔鬼 魔鬼是根本沒有能力 是耶穌提醒我 一路祝福我 為我開路 根本是 就是這種是一種 不好的教導 令到很多人很害怕 OK 我們一起祈禱 好 請問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掌王權的 你是已經 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的 耶穌已經勝過一切 也都賜給我們 權力可以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知道耶穌有很多恩典想賜給我們 神準備好很多豐盛的恩典賜給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整個心靈開放 親近耶穌 信靠耶穌 享受耶穌 耶穌是得勝的主 得勝的王 你凡事都能 你什麼都能夠做到的 你一定能夠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邪靈不能夠攻擊到我們的 只要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和處理生命 邪靈是不能夠攻擊的 求主幫助我們有信心 我們都為了很多人祈禱 他們的生命有破口 有很多問題 各方面的問題 對神沒有信心 對自己很懷疑 對自己很不能夠 掌管自己的生命 只是給情緒 給人意 情慾 掌管 求主你聯繫他們 求主幫助他們 看得到他們這樣走下去 就是被魔鬼完全 偷竊殺害毀壞他整個生命 求主幫助他們醒過來 叫他們不是捉住世上的人 或者事物來得到安全感 乃從神得到安全感 主耶穌有你 我們就平穩安靜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們有耶穌著平穩安靜 我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 必有 人為此愛 醉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穌滑的殿眾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 求主幫助我們深深愛你 依靠你 全心依靠你 求主幫助我們斷絕 和邪靈一世的關係 如果以前有拜過偶像 求主幫助我們斷絕 和邪靈的關係 我們生護這些邪靈的工作 我們拒絕這些邪靈的工作 也都如果我們在罪中 或者曾經在罪中被罪影響的 求主幫助我們憎恨這些罪 真心悔改 求主幫助我們憎恨情慾的罪 淫亂的罪 心裡面的擔心憂慮 煩惱 憤怒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憎恨這些罪 知道這些罪是會破壞我們的生命 被魔鬼留地步 求主幫助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求主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叫我們憎恨罪惡 我們知道罪惡 是會將我們整個生命破壞 我們就拒絕任何的罪 我選擇聽耶穌的話 我選擇信靠耶穌的恩典 我選擇信從神 愛神、遵從神 去愛神、愛人 傳揚福音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保守 奉耶穌的名 所有在我們身上 有影響我們的邪靈 或者有任何人有邪靈附體的 我吩咐這些邪靈你要離開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所有這些邪靈都要離開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叫我們興省 輕鬆喜樂 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是完全的得勝 我們不需要懼怕任何的邪靈 奉耶穌的名 所有邪靈都要離開 讓我們有信心 對神有信心 堅信神的大恩大愛 堅定深信神的大能 魔鬼不能夠攻擊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奉耶穌的名 所有邪惡的弟弟都要離開 叫我們得以自由 叫我們輕輕鬆鬆做人 開心做人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耶穌真好啊 主耶穌真好啊 我們享受耶穌 我們歡喜做人 開心做人 感謝天父 靠著耶穌 我們必然得勝 魔鬼要離開我們 邪靈要離開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求主幫我們深信 耶穌跟我們一起 邪靈都要離開 所有邪靈都要離開 多謝主 讚美主 祈禱奉耶穌聖名 阿門 好 祝福大家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回應 有沒有人在祈禱時有邪靈的彰顯 好像覺得有些力量在裡面 不是聖靈的力量 是一些負面的力量 其實牧師 我之前都經常 我本身是有情緒困擾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過去的日子裡面 都是每逢一次敬拜 或者每逢我讀聖經的時候 其實我心靈裡面 都好像會有些 有些很多的負面 就是那些負面是控訴的聲音 例如會是有很多 很多掙扎 很憤怒的情緒 會覺得很想爆啊爆啊 好像快要失控的狀況 那樣 但是我都會有很多這種狀況 但是近來 可能近八月開始 我想大概八月中至下旬開始 那我就這種狀態 好像越來越少那樣 因為其實我信了主 多了整十幾年 但是呢我都很努力地 這樣來對付自己的生命 就是我都很努力地去追求神 他不斷地去尋求真理啊 很想學無主啊 很想來到他走在他的心意裡面 但是呢往往呢有時候都會面對罪的時候 好像都會有些無力感啦 就是會覺得自己很差 就是一犯罪就會不知道怎麼辦 很害怕啊這樣 就是心裏面對神呢 是會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感受 很出的 那但是呢我又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呢有時候去到一些很深深的境界的時候呢 我就會快要爆炸 就是我感覺到我快要失控的狀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態 那是不是因為我裡面有很多邪靈微青啊 但是其實我還是很想來揭力對付罪 但是我仍然都是被一些邪情絲肉所困擾著 以致我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以下我的人生裡面啦 或者我繼續在跟隨著的道路裡面啦 那我應該怎樣呢 就是我應該都要來繼續來對付我知道的 但是我可以怎樣來幫自己 真的可以徹底來清理我生命裡面那些問題呢 好 那我聽到你的情況呢 就可能就是你裡面就有一些憤怒啊 就是我憤怒爆出來 就是說可能你生氣人啦 生氣自己啦 生氣自己做錯事啦 生氣環境啦 就是這些都是可以在我們裡面呢 爆發出來 就是我們留意什麼爆發出來 就是那樣需要處理啦 那所以第一就是你處理你裡面的情緒啊 你這種爆發 那很多人就會說這個一定是邪靈 不是一定邪靈的 就是可能你裡面就是有很多憤怒 在這個潛意識裡面很多憤怒 很多懼怕 或者要保護自己 所以有憤怒出來 那我們就是很重要就是 經常深信神的愛神的大能 我聽神說神一定凡事祝福 我又不需要憤怒 又不需要計較人的不好 不需要介意人的不好 又不需要受落人的傷害 那所以我就不需要介意這些東西 那我們天天處理呢 那個裡面就會越來清理 越親人神 越處理生命 裡面就越來越乾淨了 那就不會再有這些彰顯 那也都可能你有邪靈都未定 那這個呢 我們去到就是在聚會的時候 跟你祈禱 或者你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或者你聽我的那些錄音 祈禱一路親近神 你發覺有沒有彰顯 就是那些彰顯 到底是邪靈的彰顯 邪靈的彰顯 會有時候是好像有聲音跟你說話 還有有時候你會覺得 那個人好像失控了 就是你好像你說耶穌的名字都說不到 或者是有一種另外一種力量去推動你 不是聖靈的力量 那這些就可能是邪靈 但如果裡面單純是憤怒 或者是憂傷 這些可能就是你的情緒不得醫治 那你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我們會和你看一下 還有你跟著我的祈禱 多祈禱呢 那些祈禱錄音 你跟著它 因為我都放了很多祈禱 不過因為你新來 所以你不知道 那你上網找Youtube Youtube 其中有一個播放清單 就是祈禱錄音 那你聽回那些祈禱錄音 要來做祈禱 那你自己做到 你可以自己做的 那你 然後當你發覺 就越來越少這些問題出現了 就是在改善 那你之後才說 你有些改善 那這是好的東西來的 在改善 一邊都沒有 叫做著 空洞 天空洞 一邊都沒有 被老娘 這就不是 沒人 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